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些鄉農會預計從友善耕作的部分 來繼續輔導我們的農友 從友善然後再進到有機的部分 會比較快速一點 比較容易一點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輔導我們整個五二茶區 變成一個有機無毒的一個茶區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比賽方式 來鼓勵我們所有的這個茶農 來參與我們這個有機蜜香紅茶的一個評比 那也提升我們五二茶區的知名度 我今天也來寫到五二茶區 我這個有那麼多人 三十年第一張證照都出來了 怎麼你們還會茶葉做股脂肥料理 明特茶園讚讚讚 我覺得茶就是要做有機的 因為茶最主要就是要解毒 如果你在用任何藥的話 就不能達到效果 我們產銷履肥料理 他們沒有去茶 謝謝謝謝 好嗎 那就中二來也沒有 中二來也沒有 中二來也沒有 家民茶園盡力開 產銷履肥也是非常的好 只是說我們產銷履肥它也不加 這個就是化學肥料 也不噴灑這個除草劑跟乳藥 就是這樣來一般來講都是安全 東森茶行棒棒棒棒 那個有機比賽嘛 那品茶師在評議的時候 他會說經理形容的說 有那個森林的分多精 其實真的是有這樣的香氣 我們也形容它那個茶葉的風味 裡面有提到就是說 它是檜木香 因為它被已經吸引到 你看我現在手上哪個這個 連這個梗它都已經被吸到 就是小粒的產氣吸到很嚴重了 所以它會產生化學的味道 就是